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機關先看一下 行政機關 我們三點鐘準備就開會 你們先把剛才 中午整理的東西趕快再看一次 有意見的趕快提出來 好不好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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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影響 司法院 司法院 なぜ 詢 bên 想請客 請客 司法院 denk 司法day 正結 行政 from 若 那幾個黨團麻煩通知一下你們的立委 大概在幾秒鐘就要開會了 現在只剩下洪委員 謝謝 我們繼續開會 黃委員請坐 我們中午的時候已經請行政單位 來,部長來,要再唸一次嗎? 不用了,叫這份來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一份我們今天中午請議事組整理出來的 這份資料就條文,按順序下來 那我們從頭看一次好不好 我們先看第47條之二 就是那個時代力量 他們有的齁,那這一張我不知道那個 這張有打是不是 時代力量的已經打在這一張了 沒有耶,可是這個是我剛才親筆 寫完的文字修正 那那一張還沒有印出來以前 好,我們先看這張 先看47條,那個司法院 47條之二的文字修正 然後部長你看一下好不好 先拿來好了 那個比較有意見的剛才有陳超明委員 那個時代力量還有剛才還有李敬立委員是不是 沒有,我等一下再一起說明 沒關係,你現在先說也可以 好 謝謝主席還有其他委員 因為今天早上 大家對於到底要因一職權宣告假執行 他的效果會不會太強烈 有一些指教 所以我現在就綜合大家早上討論的意見 把最後一項把它改成說 法院就第一項訴訟所謂災區受災民眾勝訴之判決 把因改成德 德一職權宣告假執行 那就是給法官在個案當中 他一個裁量的空間 那但是相同的問題還是會發生 就是在命工擔保的時候 假執行命工擔保的時候 受災民眾在第一省取得勝訴判決以後 他沒有辦法供擔保 那這個假執行的宣告就成為劇文了 所以我接下來是說 法院因宣告假執行所命育工之擔保 准用前兩項的規定 就是把假扣押那個部分供擔保的規定 包括數額上的限制 還有存許主管機關出去保證的數代之 在假執行宣告育工擔保的時候 也可以用 那這樣子整個在立法的體力上面 會比較一致 那同時也解決了 今天早上其他的委員 在想直接因宣告假執行 會不會太強烈這樣的問題 好 那個請 部長 部長你今天早上對四十七條之二的條文 你有一些實務的經驗 要不要你再對現在的修正文字 現在我 我看起來它是這樣 它現在已經是 它改成得了 得了就很好了 而且這個贊免也很好 贊免才對 因為你這個有時候你會免到 而且後面也是得 我覺得就很好 那第四十七條之二 對現在提出來的修正意見 委員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陳聰明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他把它改成得 我覺得得跟那個就差很多了 對本來就可以 那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就修正宣告好不好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範圍很大 這是都市人的想法 我現在想說什麼叫災區跟災民 它的定義在哪裡 如果是旱災水災要入來界定 如果是地震的話 你要曉得斷層帶的房子 你再怎麼涌 怎麼搶 噴噴噴 全部都會倒 到時候一倒就更來更去 所以這個裡面是看起來非常 纖維性非常大 但是做出來又有實物了 噢是在 這個變成無限的擴大 好就七十七條的這個 四十七條之二 我現在這樣啦 受災區受災民眾對其所損害依法淹護賠償責任之人提起民事示送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如果在大的地震發生的時候 在斷層帶的時候 那個地方房子都倒了 都倒的時候 那當然地址可以跟他 拳求說 事送賠償 那事送賠償裡面 在鄉下也要自己蓋的 也要請別人蓋的 那都市的話 大概就是建設公司 你這部雷 大家就親在鐵船來購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定義裡面要很清楚啊 啊你說誰才沒有你怎麼來認定 天空要下也你有辦法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無限的扣充 無限的大到一個程度在嘛 你們仔細想 當你面對的問題的話 會產生什麼問題 好不好 我們早上有在修四十四條知識 要不要把四十四條之四 裡面的內容再把它加 加第四十四條之一到之三 以及第四十四條之七 以及第四十七條之二 所稱的災區把它明定 就明定是因為風災或者震災 或者其他重大災害啦 我覺得還是要學重大 重大災害所造成嚴重人命傷養的受創地區 我 我很實際 主席我打招 對 這個要是高來高去 現在稍微你把宣布災機稍微怎樣 他就提起訴訟 查扣他的財產 大家再來說 我是把這個問題真的點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嚴重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很嚴重 告訴大家所有官司都打不完 我曉得你們的樣子 但是我是鄉下長大 我們碰過很多的問題 你們現在都市只想 我的大樓有建設公司 一倒的時候怎麼樣 那我為什麼會堅持說這個觀點 全你們也注意一下 像台南那一棟怎麼倒下來 旁邊沒有倒 我判斷這個有問題 那如果你在地震的地方 那鑽成袋的時候 整個房子倒下來 你要怎麼辦 其他的地方要倒 他馬上可以告建築書 馬上可以告替他蓋房子的人 他一定要給那個斷層袋 你有多搶都沒有辦法 隨時跟你挑剔我都有辦法 把你整個都凍結掉 我不是有什麼人說話 但是在這樣的狀況 會造成民眾矛盾 互相檢舉互相告 你永遠記得這樣 我跟那個陳委員稍微說明一下 大概兩件事情 那第一個47條之二啊 他沒有改變 依現刑法 實體上面 要負責任的要件 跟實體的內容 完全沒有變更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提起的是一個 毫無道理的訴訟的話 不會因為這條的增加 而讓你變成勝訴的當事人 不會有任何改變 那第二個 在完全按照目前現行法令請求權 要件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第一項所定的只有贊免 而不是免除 那贊免代表是什麼意思 贊免代表的是 最後訴訟費用的負擔還是回到原則 由敗訴的當事人負擔 那因此你如果要濫行的提起訴訟的話 最後你還是要面臨要負擔訴訟費用的結果 你贊免的時候我不曉得贊免要多久 你如果要提起訴訟 要讓法院哪一個地方先去認定一下 你提的有沒有道理 如果沒有道理 你法令有落落洞 幾百條 今天為什麼你講 因為處理民眾的案件非常的多 就讓民眾隨時告你一條 有這條法令的依據在 災機裡面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它的主體發生的 你像天災的時候你要怎樣去講 你現在這個條例一出來的時候 任何人主要一發生 就贊免嘛 你不好受為災期嘛 災期一定是大 所以大家會告來告去啊 這個無限三甲 我會很輕騙你 但是你們要在地方實際堅固的情形 你不知道我們每天就處理這個事情 沒有啦 所以我們要來無言報告 就是說第一個 在實體上面請求賠償的要件 沒有任何變更 沒有擴大可以請求賠償的範圍 也就是依照實體法的規定 你如果是慶差亂告 你最後還是會面臨敗訴的結果 當你面臨敗訴結果的時候 你最後還是要負擔訴訟費用 那個黃偉 不能隨便亂告 都兩個都是 不能隨便亂告 我只要摳壓你的財產 整個把你轟手起來 搞不好人家就這樣倒閉了 這裏面有實體很多的問題會產生 因為我們常常碰到這樣 常常來人家請求 你立委有鼓勵啦 我說不你會歡迎怎麼走 這個問題真的會產生嚴重 大家都說罵罵罵罵罵罵就過了 那個陳昌明常委員 我想這樣處理好不好 因為我們在44條之4裡面 已經把災區稍微把它受限 我們把47條之2 再把它跟47條之7 全部都44條之7跟47條之2 把那個災區先把它限縮 限縮說是風災地震 或者重大的災害的區域 那這些區域是造成 人命傷亡受創很大的地區 有換為是行政院公告 這個第一個先把射線 第二個射線就是 前向擔保得有主管機關 出具保證書代表代理之 那我想這個主管機關 理論上應該都是地方 地方的這個機關 地方的主管機關在處理 台南就是台南市政府 那如果按照 災害防治法的 中央主管機關應該是內政部 我們要不要 要從這兩個點來把它射線的話 我覺得 就應該不會有問題 這是指你所講的 我為什麼提示這樣 因為我看過的情形 天災地變 尤其你地震 如果你是那個風災的時候發出 我一直講斷層帶的地方 你外交都沒辦法 但是要跟你請求輸送的時候 你包括設計師包括去的人全部遭殃 全部把他財產 全部包括把他 那個那個把他 那個 夾扣押下來 他買得到 你有時候現在地震地震 要什麼地震 齁 因為別人沒有受審 他有受審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在斷層帶的地方 大概你沒有辦法去阻止 那個 我跟你講 你現在不是 到時候你這個事情發生 大家都高來高去 對啊 所以我一直跟委員報告 就是實體上面請求賠償的要件範圍 從來沒有擴大 如果是如同委員剛剛所講的 是因為地震斷層所導致的損害 純粹是天災 沒有人要依法付任何損害賠償責任的話 那最後並不會影響到任何人他所影響實體責任的範圍 如果這個條文我們現在不做更動的話 那未來 不管是像以前高雄的事情 新北市的事情 台南的事情 我們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 每一次災害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要問一個事情 受害的民眾 他們如果要像依法應付賠償的人 去求償的時候 他們怎麼做假扣押 怎麼提擔保 那你不能永遠這件事情是取決於說 地方主管機關他們在法律之外 透過變通的方法來協助災民 那正是因為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這樣的災難 而且現實上也有需求 所以才會在這次的法律當中 針定這樣子便於災民去求償的程序要件 還有完全了解也尊重委員的擔心 但是我可以跟委員講的事情是 這個條文只是讓災民比較容易去接近法院 可以去接近爭議 沒有改變任何實體上面要求負損害被當責任的範圍 我抱歉 我抱歉 什麼叫做實體損害 沒有啦 這個 你怎麼過得我 好 你法律師 陳委 陳委 我想這樣 因為他現在加了這幾個字上去 其實就比我們今天中午 我們中午其實很擔心比例原則 就很擔心 所以他抖也把他加進去 然後行政院公告的災區 我請這個司法院給你申明一下 請司法院給你申明一下 請司法院給你申明 我們請司法院 我們請司法院 司法院不要亂 請司法院給你申明 請司法院給你申明 問題 這個法案的條文出來會不會產生難搞 我只有這一點 因為我們常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難訴 委員 是是這樣 就是說剛剛黃委員有陳述 就是因為四十七條之二的第一項 他其實對於實體應該負責任的這些要件 他都我們都沒有變更 就是說 四十七條之二的第一項 他其實對於現行 例如說民法上應該負損害賠償責任的人 或是說因為國家賠償責任應該負賠償責任的義務機關 這些責任要件都沒有變更 都沒有變更 那所以在沒有變更的情況下 而且呢 因為他這個是贊免繳納執行費 那贊免的意思是說你現在先不用繳 但是確定之後呢 萬一如果說原告敗訴 他敗訴確定的話 他就會還是要負擔這一筆應該繳納的裁判費 並不是說都不用繳都不用繳 所以他還是要考量到這個 他還是要考量這個訴訟成本的問題 而且他還要考量說 他能不能勝訴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這樣啦 我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吃苦要吃償那些人 讓你自己衝一下 他跟你講時間給你拖地 人家會受不了 你當然受害人的潛意無先 但是我一直講說 這個會不會形成一種濫勢的情形 那我跟你講 大概這個情形會常常發生 所以如果在這個定義要很清楚 我現在好 假設一個地震的地區 或豪災的地區在的時候 我知道你這段法令 我就去給你吃苦要吃什麼 因為我免繳納費 我來也沒辦法 人家的情形會造成你的錢 整個洞壓力 我不是替財團在講話 這種情形很容易產生 因為最近我們覺得很多 人家會利用法律的弱點裡面 所以這個沒有很輕實的話 常常會造成很多的困擾 我一直給你提醒這一點 主席我是不是建議這樣 因為這個 這一條已經討論也差不多了 那當然陳昭明委員 有陳昭明委員的一些 顧慮 也不能說 因為法律本來就是要去做一個 全面綜合的一個考量 那這個當然是對於說 這到底是在實務上 過去災民所碰到的一些狀況 過去在損害賠償的一個訴訟裡頭 所碰到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立法院這一次 才做這個修法 那我是不是建議說 是按照後來的這個修正的文字條 通過啦 我們在委員會 那至於陳昭明委員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請這個 陳昭明委員保留院會的發言權 然後 或者是說在常理協商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討論 其實要考慮這條 為了法很快通過 沒有很快啦 因為保留法案權的意思是 人少了 你叫我還是不會過啦 我是希望真的 大家要好好考慮這個條文 到時候 如果真的事情發生的話 那個事眾 那個大家高來高期的機會會增加啦 好 那個陳昭明 我這樣處理好不好 因為今天中午我們各部會 也各單位的都發了很多的時間 把我們今天早上討論的文字 都整理出來了 我們從頭看一次 看看我們這些文字當中 還有什麼意見 這個放在後面 比較快來處理啦 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從第二條開始 我們從頭開始 你們都拿到這一份了嗎 都拿到今天中午整理這一份 有沒有 都拿到了沒有 你沒有喔 黃偉你沒有嗎 來 那個醫師組看一看 沒有的 好 我們從頭看 把 那各位部會 如果這個修改的文字當中 大概精神就不要再改了啦 精神再改的話 我們就討論的沒完沒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文字來討論 就是 從我們從第二條看 大家都有了嗎 好 那第二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看三分鐘 來 第二條要看三分鐘喔 主席 我的建議是這樣啦 他這條大家現在有爭議嘛 我們的大陸書在這裡 這條已經討論了 大家慢慢看 兩個從外面講啦 我們先從頭前看啦 對啦 你們兩個自己在外面講講的看怎樣 我們從頭前看 主席之命 對啊 剛剛他在我革命跟我講 他不吹聲表示是支持我的觀點 但是這個大環境裡面可能大家說 這個是現在在你非常的重要 我常常就在思考這個一個問題 我知道他講的其實 食物商的顧慮也 對 沒關係我們從前面看 看到那條我們再來處理 因為其實今天中午我也有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說那個黃偉有沒有把它改成德的話 我也會有意見 因為這個不符合比例原則 大概我們會有意見 那他已經改成德 然後又主管機關出保證 然後又把它限縮災區 那我覺得我剛剛跟那個部長 交換一下去寄居 我就覺得我還比較能接受 沒有關係大律師你們再去討論一下好不好 中壘最大律師 也你們去討論 我們先看頭前 知道沒有 已經通過沒有意見了 來看這些理看了 你們不用教授也沒關係 沒有你們換一支柱子說也沒關係 好啦來我們從第二條開始看好不好 來 來請問各位委員第二條的所有的文字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再來我們看第三條 大概做了一些修改 那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對 沒有意見我們把那些名稱都順了一下 什麼 對然後土朗異化什麼 我們都順了一下 來 哪一個錯的 第二的 漢災的後面是頓號 對 多了一個頓號這個你再把它拿掉 好 那第三條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就幾個頓號 跟後面多了一個頓號把它修改過來好不好 好那修正通過 然後我們來看第七條 第七條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多了後面 那個 這個 這兩項的順序要不要對調 就內政部消防署執行災害防救業務 然後最後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執行災害資源統籌等等 要不要順一下 再兩項文字要不要順一下 報告委員在 最後一項 依照何清存委員的提案內容 是指 是指 災害資源統籌 資訊匯整 及防救業務 這邊的防災改成防救 那我們今天也因 協同相關機關 這個匯同改成協同 那 就再修正一下 對各位委員 對這些文字有意見嗎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然後再來 第 二十二條維持原條文 三十四條維持 現行條文 三十四條之三 三十七條之三 三十七條之六的條文 不以爭定 三十九條條文 維持現行法律條文 那 第四十一條 陳詹惠之記 增加了一個詐欺 大概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然後第四十四條 加了一個修善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再來四十四條之一 那再來四十四條之一 本人所提的修正通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然後第四十四條之二 本人所提的修正通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然後四十四條之三 本人所提的修正通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第四十四條之四 我們加了幾個東西 後面還加了一條 在後面四十四條之七 後面再加一個及第四十七條之二 所稱的災區 大家我們自己把它修改一下 還有最後面的第二行 及其他重大災害 災害的前面改一個重大 好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再來第四十四條之二 前面這張保險 這個要改成這個姿勢這個要改了 你還要再順一次嗎 這個要改成之五 因為剛剛已經姿勢 所以現在變之五了 直接改我們直接把它改好不好 我們直接改了 我們直接改好不好 就改成四十四條之五 各位有沒有意見 哪一個地方 就是第二行 由政府之印改為由中央政府 好 由中央政府之印 好 在政府的前面再一個 再加一個中央 好不好 好 那這邊改成四十四條之五 之五 因為前面的 然後後面 這個之前的那一條 這個應該這個方式 大概四十四條之八 就是放在最後 這條要把它改成四十四條之八 可以啦 那如果這邊改之八 這個就是之四 沒關係 沒關係你們再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順 好不好 就業績委員這條 把它換成四十四條之四 那黃昭順這條改成四十四條之八 好就把他調到後面去 好 就把他調到後面去 然後林靜縣委員這條是之五吧 之五 好 改成之五 嗯 這個因為這邊是選文件 這個是 這個應該知四 這個知四 好不好 這個知四 這個知五 這個都是保險 這個知四 這個知六 好不好 那個業委員的是知四 然後業委員的下面那一條是知五 然後林靜縣委員的是知六 黃昭順的是知八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全部都改掉 四七之二也應該已經納進來了 四七之二 剛才那個 還沒到 那個已經納進去了 在這裡 那邊四四之八 四四之八 然後這區這個地區 那邊四四之九 這樣才會結婚這樣在一起 好沒有關係 你們等一下去把數字把它排好 這另外看過 哪一個 哪一個 主席跟你報告一下 林靜縣委員這邊是說有衛福部會同相關機關 那因為會同有會賢的意思 那是不是之前的提案 像黃委員的都是寫會商 四十四條之二還有四十四條之一 都是會商 那這邊是不是也一起改成會商 會商相關機關定資 以上 好啦可以 可以好 會商 那我們就再把它修正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年輕人委員這個就改成會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荒過來了 四十四之五之六 四十四之五之六 原來的四十四之五之六 不以爭略 然後 剛剛漏了一個 這邊要 證明中的四十四之一 就是農地 那個農地 四十四之一 你這個沒有寫上去 漏掉了 漏掉了 漏了一條 曾名曾委員 我們把它放在四十四之一 我們把它放在四十四之一 你們這張你們都有了嗎 就是農地跟宜溫的 你們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農地跟宜溫的這一張 他這個應該是四十四之七 他提案是四十四之一 但是在這邊 四十四之一 沒關係你把它排好好不好 那個曾名中委員這一條 我們就把它放在四十四之七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修正通過 然後再來 紓困這一條 來經濟部有什麼意見 來 謝謝那個各位 經濟部 對於四十四條之七 我們不是反對 就是說讓 調整幾個文字 讓這個比較切合 然後幾個文字要調整 因為這個產業 這個企業有觀光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都不同部門 所以是不是 那個經濟部的部分 改成這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這樣可能比較切合 整個 你們如果中央 中央目的主管機關的話 還要再報行政院核定嗎 方面 所有辦法都會再報行政院 所以那 對 這個部長你覺得怎樣 好那我們就把它修正 好 好 那沒什麼關係 可以 有關經濟部的文字 這個部分是調整 我們就是不要寫經濟部就對了 不是 因為這樣我們也是要定 因為它有不同產業別的 會有不同部門在 好 那我們 那經濟部就把它拿掉 改成中央事業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好不好 一樣嗎 一樣修改 後面這個也要改 後面還有 後面這個也要改 第二項這邊也要改 對 前面後面 然後這裡 改三個地方 對啦 改三個地方 好改三個地方 齁 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 四個地方 後面還有一個有進去 四個地方齁 後面還有嗎 一、二、三、四、四個地方齁 好大家再看一下 四個地方以外 還有要修改的嗎 四十四條之七 四十四條之七 不好意思 葉維新委員那個 第一項齁 四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的第二項的最後 並由各級政府補貼 這是怎樣 這台灣都各級政府 這幾條 四十四條之二 黃委員招數 黃委員的那個版本 四十四條之二 四十四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項 並由各級政府 其以補貼嘛 他也各級政府 應該是中央跟地方都可以 看什麼人比較有錢 中央 中央可能有錢 那沒關係 沒有你們要改中央 就改中央 理論上應該是中央比較有錢 但是我看中央現在也不太有錢 改中央好不好 各位有意見嗎 就不要那個各級了 好 來 再來 四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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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條的死亡宣告 死亡宣告這條有沒有意見 哪裏 哪裏 有關稅的部分 我們目前是放在四十四條之三裏面 對最後也是 對這個不是紓困 那個是在減稅的條文 你要把他移到哪裡去 移到四十四條之三的第二項 第二項 因為第一項是中鎖稅 那第二項呢就是雲鎖稅 然後第三項 第四項就是地價稅跟房屋稅 那在文字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可以建議 稍微做一點點調整 好 你說 有關天南災害災民的部分 我們是把它改成是 災區受災居民 就是讓跟第一項的那個體力是製的 對 然後是不適用所得稅 把第三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 再加上一個第二款 那在這裡要請 請示主席的部分是說 我們目前定的這一項 是不是主要是要讓公立事業 直接對災民直接捐贈 還是說現行的捐贈 還是以透過政府 或者是透過機關團體 去肯定用途在這個部分 會比較不適 因為如果是直接對災民的話 怕在實務上執行上 侦娜雙方都會有一些爭議 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議 對 我會建議還是透過機關團體 去對災民的捐贈 那因為現行的機關團體的 捐贈的限額是百分之十 那我們在這個法裡頭 把它放寬成不受精彩的限制 不是原則上還是透過機關團體 來對這些災民的捐贈 是不是會比較 那你文字要怎麼寫 那你中午怎麼不拿出來 來不及 那印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各機關拜託 中午那個時間就是要你們拿出來 你們不拿出來 現在還要拿出來 說到半個 來印一下印一下好不好 他講的有道理 要不然的話你那個營利機關 對 沒有辦法查合 那個印一下印給每一位委員 那個麻煩印一下 那個意識組 好那這個四十四條之七的 後面這一段我們先保留一下 我們先講那個失蹤的部分 四十五條維持現行條文 四十七條之一 失蹤的部分這個條文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四十七條之二 那個 就剛才那個 時代力量那個陳委員現在 他們兩個出去商量 說好這樣好 那個剛才講的四十四條之七的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 最後一項這個地方 那個葉宜經委員的提案 營利事業透過合宜所得受法 第十一條 什麼什麼等等 後面再加一個第三十六條 第二款之規定 我們看一下 那個文字修改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這個條文 剛才那個財政部 是希望把它放到第三十三 四十三條 四十四條之三 的第二項等於是我的修正 我的修正條文裡面再加一項進去 這個第三項 這個第三項的第二項修正 動議的第二項裡面 大家再看一下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了 好不好 好 那那個四十七條 之二就是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那陳吉邁委員說 陳昌明委員已經沒有意見了嘛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你們再整理一下 我們馬上 還有一個嗎 四十八條之一不以針定 四十八條之一不以針定 然後 塑集條文就是塑集到 一百 口文記委員講的 一百零四年 幾月幾號 有啦有寫啦 他都沒寫啦 八月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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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四年八月六號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請你們 還有嗎 那個塑集的範圍是哪些條文塑集 哪些條文塑集 早上已經講過了啊 哪幾個條文塑集的 委員說這一次提的通通都要塑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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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通通塑集啦 我沒有講啦 塑集的條文大概就是這幾 我們到塑集這個全部要上啊 當然啦 當然是全部上啊 OKOK 就是比照上來 因為你做了修正 然後你說 一半一半追授一半不追授 這很奇怪的事情 這不行 好 那你們整理好 我們二十分鐘以後來念 好 二十分鐘也準備了 要塑集一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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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提案 一个意识组来念 来请先读临时提案 临时提案 提案林立成 徐政委 还有 陈昌明委员 提案委员 林立成 习政委 陈昌明委员 黄昭顺委员 建议今年2月6日 台南地震既有30位 尚未取得国籍之新住民 外籍移工受灾 或许相关处理作业 涉及内政部 陆委会 外交部 劳动部 卫福部等 多个部会及地方政府 为统整重大灾害 发生时新住民及外籍人士 援助及协助机制 建议内政部以三个月内 邀请相关单位 确认全责区分 并研议相关作业程序 促进各目的 事业执管机关分光合作 都两万 临时提案第二案 提案委员 庄瑞雄等 我国由于地理因素 长寿地震 台风 洪水 土石流等各种灾害侵袭 对人民 生命财产威胁盛大 内政部有必要通盘 检讨现行之 议防与情报机制 建议内政部应 研理整合全国便利商店之监视 闭路系统 以必要之商店外装置对外镜头 应用便利商店现有之影像系统 建立全国及时防灾影像系统平台 理据相关法规 编例必要议算 供中央及时掌握各地防灾资讯与状况 临时提案第三案 提案委员 赖文荣等 建议这次 二月 二零六地震 违贯金融大楼倒塌 量成 114人死亡悲剧 一案建商 危险性再度成为外界焦点 目前前台预 二百万户出置 一案建商 中央政府 使有必要留意一案建商争议 重新整顿台湾建筑与营造市场 缓缓未然 委员 要求内政部营建署 以一周内清查全台 一案建商数量 并公布名单 临时提案第四案 提案人 赖文荣等 建议内政部营建署将针对老旧处宅 进行老屋建检 但工厂结构钢筋 结构外肉 亦锈鼠 耐货性更低 为保障劳动者安全 政府应针对各工业区进行工厂建检 除结构耐政评估外 应包括材料耐政评估 故要求内政部应 汇同经济部一个月内完成工业区工厂建检 临时提案第五案 提案委员 陈其脉等 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跨幅以下简称 妇联会 为依人民团体以法 立案之政治团体 依人民团体法第34条规定 人民团体 因每年编造预算 结算报告 提经会员 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并报主管机关合备 但该会立案多年 却未依法将预算结算报主管机关合备 过去党国不分危险体制 让复联会在无法言预计下 征收近千亿劳军捐 该会却不遵守人民团体法 亦未依政党及政治团体财务申报要点 之要求申报其收支结算表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 原要求内政部应提供 历年绕军捐及政务机关捐助 补助复联会之数额 及复联会之年度预计算报告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 并以二周内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提出专案报告 结议 提案委员 其政委等 有建议各项重大灾害发生时 防救灾通讯系统及 119勤务派检系统 官夫救灾指挥效应及人眼调度派检效能 影响防灾救灾结果及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证据 现今迈入科技化时代 全国各地方政府碍以经费 各地消防局能有未提升支通系统之状况 未充实整合防灾救灾专用资讯系统 造成灾害无死角 提升消防救灾指挥派检效能 促使救灾勤务作业数位化 管理资讯化及 接涉科技化之目标 建议内政部于 灾害防救法修正查案通过或 一年内拟定相关计划 边内相关预算 补助全国各地方政府消防局 建制防灾 防救灾支系统 以提升防救灾效能 确保民众之生命财产安全 现度完美 来请问第一样有没有意见 那个主管单位 你们有问题应该拿起来说 主管委员 建许在倒数第三行建许内政部 因为部长已经指派移民署 我们就直接在上面写移民署 建许内政部移民署 已经三个月内是不是 好 好这修改 应该说因为这个 这个应该不只是移民署而已吧 但移民署可以交集 入委会还是外交部 还是劳动部吗 因为三级单位 我们希望说 是否由内政部来 对因为不要在文字上 我们希望等级 谢谢 好那第一案我们就通过 来第二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报告委员 消防署这边建议在第二段的部分 做一些文字的修正 我们修正为建许内政部应 研理整合各级政府 然后顿号便利商店之监视闭屋系统 运用便利商店现有之影像系统 建立全国即时防灾影像系统平台 编列必要预算 供各级政府 及时掌握 防灾资讯与状况 好 那个你去相关法规就不用了 也是 好那个修正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修正通过 好 来再来 来那个第三案 各位有没有意见 那个消防署有没有意见 营建署有没有意见 一周内你怎么办 我就想说一周内你很厉害 怎么办 你说一下 有跟赖委员 这个特别再说明一下 因为 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要老屋建建的 88年前的建筑物就 120万栋 你120万栋几乎都是建山盖的 那你要 这个要来清的话 那你说怎么 这个我是感觉到这样 善起的不是重要 起一案 怕起很多案 也不是关键 所以你要去讲说哪一个是 一案公司 这个基本就没有了 所以我是建议说这个案是不是 因为现在就有老屋建筑了 是不是这个案可以卖退 对了 那个赖委员有意见吗 我是感觉这样 这个 我觉得可以修一下内容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 一案建商这个问题 部长那天其实也有说到 他也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要找一个方法来改革这个问题 可以修改的内容 但是我认为还是要正视 那你内容你要怎么修改 还是你们去修改 这个不是 这个是 工厂 工厂是 是地方政府和经纪部的事情 对 地方政府和经纪部 如果 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员区是国科会的 没关系 那个第四案你们也去修改 好不好 好 你们去修改 这个就暂时不要通过 然后第五案 第五案 来你说明一下 第五案报告 我们希望着作文字修正 在最后倒数三行 原要求内政部 洽国防部 财政部 经纪部 并促请该会 然后提供历年 然后以下同 把那个因去掉 就是由内政部 洽国防部 财政部 经纪部 并促请该会 提供资料 那最后一行就是 因为这个历史久远的资料 所以我们建议 就是改为两周 改为一个月 向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的报告 好 以上 那个主席啊 我的建议是这样啊 这个 什么是请该会呢 这个是请不请 是你们内政部 你要勒令啊 要干嘛 内政部的事情啊 对不对 那这处请该会什么什么 这个 因为我们要的资料 就是历年来这些绕军圈嘛 好 因为这个资料 可能在互联会 也可能在 国防部啊 好 也有可能在 财政部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内部 我们内政部 内政部 我们当然内政委员会的对口 就是内政部嘛 对不对 内政部要怎么做 那是内政部的事啊 所以那个文字都是多余的啊 我们就是要求内政部要提供啊 然后内政部的资料怎么来 那是内政部的事啊 对不对 这套那就是说内政部资料什么 那你们家的事啊 对不对 我保重说了你吗 那你们的事啊 你们自己去处理啊 所以内政部应提供 就这个我觉得还好啦 好啦 时间两个礼拜假如真的有困难 那一个月那我们是折衷就 三个礼拜 好不好 三周啦 合理啦 我们尽量啦 你如果做不出来的时候 他叫后面的保重去做就好了 对啊 多人成为就继续 对啊 他就叫那个什么人 丁几位保重来出路就好了 他叫什么名字 好不好 三个礼拜啦 三个礼拜啦 好好好 好啦那修正通过 那还有一个案子来 最后一个案子来 三个礼拜 这个户役 好 好 我现在就在问了 来 好 那个好 两个跟徐委有改成户役役 来你说明一下好不好 是 好不好 委员 刚刚有跟徐委 提案的徐委员有 请示过 也有洽谈过 我们有做一下的修正 就是 有鉴于各项重大灾害发生时 119 勤务派遣系统 关乎救灾指挥效率 及人员派遣 调度派遣效能 影响防救灾效果 及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胜据 那现今迈入科技化时代 全国各地方政府碍于经费 各地消防局 仍有为提升119 勤务派遣系统之状况 为提升消防救灾指挥派遣效能 促使救灾勤务作为数位化 管理资讯法 及决策科技化 政务标 鉴请内政部 研拟相关计划 编列相关预算 补助全国各地方政府 消防局 提升119 勤务派遣系统 以提升防救灾效能 确保民众之生命财产安全 那说明 说明那边呢 有做一些精简 也就是 把 这个防救灾的 资通讯 资通讯系统 整合成 119的勤务派遣系统 各位委员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修正通过 好不好 好 那没有临时动议跟 互带结议了嘛 好 那我们来 来打托 那两个 那两个 没关系 现在开始处理 处理了 我们最后还有时间 处理好 整理好 OK的 没了 好 那两个案子 修改好了吗 来这个宿舍 还在用 还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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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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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照你的意义 好 好 而且 后来增加了几个鸟 都放进去 不是 基本上 倒置 吧 所有 所有鸟 都有 是 谢谢 谢谢 刚刚第二个那个工厂建检 那个最后面赶快改成 加上规划 一个月内没办法完成 但至少可以提出他的规划方案吧 跟内政部找经济部会同 可以吗 我们在这里规换那个经济部的 然后经济部 经济部的代表应该有来吧 那个经济部 你们那个一个月 你们经济部的代表在哪里 蛤 你们有那么多吗 你们有那么多吗 有那么多吗 那么多你们要说 报告委员 我这个部分 我回去再请教一下 工业局的工业驱逐 这个部分一个月 是不是能够完成 因为时间上 好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 我问一下 刚才内委员是说 要么就是于我们内政部跟经济部 还有地方政府 在一个月内提出 就是有关工厂的 鉴检的一个 一个规划计划 一个月我们可以来跟他们几个单位来讨论 来决定一个 好不好 那当然原则上会朝 那个部长说的啦 就于那个公安 那个公安的那个检查 那么原则上两年内来督促他们 注意到他们自己的这个耐震 好不好 这样子 那这两个案子我们就修正通过 好 那个内委员没问题 那个文字 第一个案你讲好了吗 你第一个案不更好 内委员你第一个案讲 第二个案在写 好 你写好的拿过来念一下 好 第二案 这两个案子就这样好不好 我们 所以已经有那个 继续只要定住一案建商 那啊 好不好 就是不能不能用这样太双刷了 那不就是 你检问 你检问 我是检问 我的意思是 你信用 你信用 那你知信 那你知信公开吗 你黄康才什么 那你知信公开嘛 你怎么知道哪裡是一案建商 一案建商 一案建商 有啦 有啊 總共在建設 建設 建設 一百二十萬洞 你讓他簽 大國人 人民的設計 變重要了 大概就這樣子 現在就是說 各地方政府現在都已經在陸續 一定要不動盤 把議案建商 主席現在在等 在等那個 兩件事情 跟這個無關 是不是 因為我昨天質詢的內容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昨天署長說今天要開會 就針對 針對那個老屋見檢 有沒有 從五百戶 到一千戶 那現在說二十萬戶 那今天有開會 跟各縣市政府 針對 哪些急迫性 或者哪些斷層 或者哪些土壤一化區 做這個分工 分配 會議開完 有沒有 開完 開完 喔 可不可以讓我了解一下 市長說明一下 市長大概今天有沒有 市長分身分數 有沒有誰可以說明一下 他都在這裡 他今天幾 你大致可以說明 但是因為今天早 早上是由我們政務次長 來主持 那我們副署長 有陪同 他有跟我說 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 其實今天早上 很多縣市也沒有說很 他們也沒有說很大的意願 說真的沒有很大的意願 但是我們已經跟他表達說 哪幾個縣市沒有意願 這個我現在是 剛才你說哪幾個縣市沒有意願 他就表達說 這個我們可不可以不要 這個納進來啊 但是我們就跟他講說不行啊 這個還是要 三年內你還是要提 你們自己的一個構想 還是要 尤其是 齁 七八個那個 那個職霞縣市 齁 要配合那個 土壤液化的高淺度的 那個紅色區啊 你更是要那個啊 所以尤其 其實有 後來 就是說包括那個 其他縣市啊 包括新竹縣市啊 對啊 包括新竹縣市還有宜蘭啊 對啊 所以後來 後來他們是 門為其南啦 門為其南說 那會可能會配合啦 那這相 當然這個 後續的 我們會在 現在是 地方政府說要求 是不是在 17號 17號 給他們一個 期限 讓他們提出一個他們的構想啊 大概是這樣子 我跟這個 好 這個 各位 緬為其南是說 他們要自己出錢 是不是 不是不是 還是你給他錢 他緬為其南 譬如說 譬如說台北市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兩年我們都做的 你看 沒有人要 沒有意願啊 所以才要收起來啊 你現在又啟動這個 你補助了八千 我們以前補助到三萬五都最高的 都沒有人要做了 你現在八千 他說 這個 他也很懷疑啦 台北市政府的代表就表示這樣子啦 所以包括台北市都不想 台北市都不是那麼想要做這件事就對了 所以這樣部長 你們的政策要去檢討呢 這個齁 當然中央政府主要是說我們提供 一個補助 提供一個機制 針對之前像台北市做的 大家意願不高的 那主要是因為 要欺分所有錢人的同意嘛 那我們現在是說用 只要管委會來申請我們也可以啦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用管委會 所以應該這個 再推應該是 比較容易啦 但是 當然啦 就好像每個人啦 有的人也很怕健檢啦 但是我想 這個政府就是應該要 多先導 這個健檢的好處 所以這個我才會講 昨天在打詢的時候我才講說 以後我們是要考慮說 這個健檢有沒有健檢 健檢的結果怎麼樣 你在買賣的這個資訊裡面 是不是應該揭露啦 沒有啦部長 這個雖然你昨天也說你在數饅頭 但是我昨天 沒有這我講的 沒有 他說他不會數饅頭 是說這個好幾個人都替我再數饅頭啦 那就是在數饅頭吧 他沒有在數饅頭啦 好啦沒有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說 昨天拿了那個地震研究中心的 他有五級警示 六級警示 七級警示 所以你在執行這個方案的時候 不是說叫地方政府來 然後全部補助八千塊 然後有很多繁瑣的程序 然後搞得大家不想做嘛 應該 應該這是有點半強制嘛 尤其他可能有一些強度的差別 就是說 如果他的 他的根本 他的那個 五級 他可能就會倒掉的地方 這些就是 你就要辦強制下去做啦 我知道你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啦 那你這個政策的推動現在碰到大家說 你看我我看你 然後又說補助不夠 然後地方執行困難 然後又推回去 這樣一晃 昨天是地震過一個月 一晃又再下一個月啦 這八千塊不會補助不夠啦 因為這八千塊是怎麼來的 那是 嚇幾個公會討論出來 他們說八千塊可以接受的 說明一下 好這個是跟所有四大公會 大概有開過會啦 那他們統一就是 等於是 類似一個開口合約啦 一個等於是一個開口合約 大家同意這樣做啦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也 我們也全部公告就是指定這四大公會 只要這個願意接受 依照開口合約的話 那全部可以來接受啦 那基本上 當然本來這個 這個老物件檢本來就一定要有一個程序 一定要個出評 然後再來翔平才來一次補強工程嘛 那出評其實 四大公會 這個出評其實也是經過他們 是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就是說以大概八千塊這樣子的一個檢查表 大概這樣來就OK了啦 不必說很多 因為大概基本上 也不 也不 也不是說每一件都一定要進入到商品 譬如說以工有財產的這種 這種 機率來看的話 大概是 大概是 四成多到最後才要 不是說所有的 所以他也認為說你出評 不要說一下子就浪費太多錢 這個是無謂的這種浪費 這些都有嘛 那你們的補助強度 或者你的這個要求的實現 該做的範圍 可以跟這個整個地勢研究的這個區域套疊嘛 然後要求哪些地方是非做不可嘛 因為有些東西我們也沒有辦法一時做到 但是呢 有些 有些比如說房屋更舊 他的那個 那個 房屋更舊 或者他老舊的程度更糟 或者他的地勢 異化更嚴重 異化更嚴重 或者離脹存在更近 這些東西要先做嘛 其實開花 你怎麼有一些東西 你怎麼拿來 這個我在跟楊委員報告 跟貴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原則上要分兩個 我知道那個楊委的這個重點 這個確實也是 是對的啦 現在就是說老屋見捷 第一個是不分什麼土壤異化 不土壤異化的 這是全面性的 第二個是針對土壤異化 尤其是你那個紅色區的話 那今天 今天也跟各縣市也達成 基本上就是這八個縣市也達成個協議 就是說 請他們對紅色 如果以公告第一期的公告的話 趕快提 跟由地方政府 自己來跟我們中央政府合作 那該補助我們中央補助 提 怎麼樣去改善的示範計畫 那面積你可以從看 請他們趕快提 就是說面積可以從小而大 慢慢這樣子做過來 那麼剛剛就是雅尾說的 比較危險的 你趕快 該去在這個做地質專灘 就做地質專灘 該做土壤的這個改良 就做土壤改良 那麼看起來應該是要 這個趕快建建 需要這個要拆除 或要補強的 那怎麼拆除補強 該做都更還是做什麼等等 這個都含在整個的 這個這個紅色的地區的 這個土壤異化的紅色地區的 要做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計畫 那這個部分 也會由這個部裡面 來跟這幾個縣市政府 大概來這個一同的來處理 這個部分應該是土壤異化的 這個這個特別的所做的作為 大概這樣子 那個我想以後那個內政部 因為的確 你叫他去健康調 他就不去檢查 那我現在還是沒他那麼多就對了 所以那個獎勵辦法 是不是能夠再看更好的獎勵辦法 主席不是獎勵 我們現在講了半天 我們我們要不要居安思維 我們要不要認識到台灣每年會地震 我們要每次地震之後 才在那邊講說哪裡出問題 哪裡哪裡在那邊追究責任嗎 好今天在討論這個就是說 你要按照我們的資源 我們能夠做哪些事情 然後碰到每個地方的環境 下去去做嘛 也不要什麼示範 在那邊示範 獎勵可以啦 可是其實有的部分要強制嘛 這是你 你要推動這個健康的所有工具要用上嘛 所以難怪我怪你在屬饅頭嘛 你這樣怎麼有你做 這這樣啦 今天就沒你做啊 健康人 健康很強 健康很強啊 你這樣不可以規定 大家都要去健康 不然沒有來管 大家來發誓 這我看這不是這樣說嘛 你如果要要求 你可能要立法 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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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修法 你要變成一個強制性的話 就是要修法嘛 我們現在是 給他錢額的補助 錢額的補助 八千塊錢額的補助 他不來 那 地方政府當然這個也要 地方政府也要有用心 所以我們才會找 如果覺得你自然男性修法啊 拿出來啊 你也可以拿出來啊 我們來配合吧 我們現在是用獎勵的吧 獎勵現在就這樣啊 而且你看過去 我們是覺得說 地方政府立法 過去16年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們現在的討論 我們下一次地震還要繼續討論 那個 有兩個修正提案先念一念啦 來 先念一下修正提案 臨時提案修正 第二案 我國由於地理因素 常受地震 颱風風風水 土石流等各種災害侵襲 對人民生命財產威脅盛大 內政部有必要通盤檢討 現行之預防與警報機制 見景內政部應原理整合 各級政府便利商店監視秘錄系統 應用便利商店現有之影像系統 建立全國及時防災影像系統平台 編列必要預算 供各級政府掌握 防災資訊與狀況 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第三案修正 查內政部 至102年起 多次含請地方政府 制定不動產開發業自治條例 截至104年底 約有九縣市政府完成 請內政部督促 地方政府一年內完成制定 並注意一案建商情形 納入自治條例 予以規範 臨時提案第四案修正 在最後工廠見檢後面加規劃二字 臨時提案第五案 言要求部分修正為 內政部 應洽國防部 財政部 經濟部 並促請該會 提供歷年 勞金捐 及政府機關捐助 補助 副聯會之數額 及副聯會之年度 結算報告 資產負債表 及財產目錄 並於三週內 向立法案內政委會提出 書面報告 臨時提案修正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第三案 那個賴路隆委員修正完文字 查內政部自102年起 多次喊請地方政府制定不動產開發業制製條例 截至104年底 應有九縣市政府完成 請內政部 督促地方政府 一年內完成制定 並注意 已按建商情形 納入自治條例 已以規範 委員提案附帶結議 修正 有建議各項重大災害發生時 119勤務派遣系統 官夫救災指揮效力 及人員調度派遣效能 影響防救災結果及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盛據 現今邁入科技化時代 全國地方政府礙於經費 各地消防局 能有未提升 119勤務派遣系統的狀況 未提升消防救災指揮派遣效能 促使救災勤務作業數位化 管理資訊化及結社科技化之目標 建請內政部 研理相關計畫 編內相關預算 補助全國地方政府消防局 提升119勤務派遣系統 以提升 防救災效能 確保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 請問各位委員對修正文字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來準備了 謝謝 那個桌子要幫他揮護 沒有啦 揮護再揮護 習委員俗法的書面執行列入公報紀錄 然後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並按審查完畢 擬據審查報告提報宴會討論 本案不需經黨團協商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 請推一位委員以宴會討論時本案做補充說明 那本案就由本人在院會討論時補充做補充說明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 那我們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謝謝我們所有委員的辛苦 然後也謝謝所有的部會的寶貴資訊 那我們已經處理完畢 我們現在散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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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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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